李晨英的结局 美术馆负责策展的专员 性格坚强 直率 敢爱敢恨 她喜欢陶宇飞 为了追求男神陶宇飞 她化身啤酒小妹 随后在大曲课业中 两人成为了搭档 期间产生了感情 就在两人感情趋于稳定的时候 陶宇飞为了艺术 她出国留学结束了与李晨英的感情 七年后 陶宇飞归来 她与陶宇飞之间开始上演重逢的戏码 最终两人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走到了一起 陶宇飞的结局 陶宇飞 高冷学长 海归精英艺术家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内心很敏感 习惯用冷漠来伪装自己 直到李晨英这个直率的女孩 走进了她的生活 她的心慢慢地被融化了 当心已经被融化后 她为了艺术 不得不离开李晨英 独自赴美学习 七年后 她学有所成回国 此时李晨英的身边 有了邱家武的存在 她为了找回七年前的爱情 开始重新追求李晨英 邱家武的结局 邱家武 李晨英轻为竹马的临家男孩 她是一个篮球明星 一直守候在陈宇身边 默默地喜欢李晨英 不管是七年前还是七年后 她一直围绕着李晨英转 她的身边不缺其他的女生 但是她一心就喜欢李晨英 陶宇飞的回国 她与李晨英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我终于明白自己 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陶宇飞 在李晨英心里的地位 其实当她回头的时候 就会看到 有个傻女孩 刘可珊 像她一样守护着 自己心爱的人 刘可珊的结局 刘可珊 李晨英的闺蜜好友 喜欢邱家武多年 为了爱守护七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一个执着的女孩 她是女版的邱家武 明知道自己喜欢的人 对自己只有友情没有爱情 她还是一直以朋友的名义 守护着她心爱的男孩